海地拉玛 海地拉玛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也是Y8的创始人海地拉玛 1914年11月9日 出生于奥迪利首都维也纳 好莱坞著名的女演员 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极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神 惊艳的岁月 19岁时的海地拉玛 开设了电影《神魂颠倒》 在这部电影中她全裸出镜 给她带来经验的同时 伴随着铺天盖地的飞翼 拉玛如此说道 我痛恨所有的传统 其实是艺术也一样 全裸算什么 海地拉玛美得颠倒众生 完美的容貌 高雅的气质 简直就是上帝的杰作 但她却从未获得过任何奖项 也无一部传世作品 尽管她一再努力地 想证明自己的演技 可没有人在意 对于自己的美貌 海地拉玛说道 一直以来 我的脸孔是我的不行 她吸引了六个失败的婚姻对象 她吸引了错误的对象 来到我的闺房中 并且在五十年的岁月里 不断地带给我悲剧和心痛 我的脸是我不能移走的面具 我必须永远与她在一起 但我受骂她 十年后 正在事业发展高峰的海地拉玛 却裹进地下室 发明了笑评技术 成了世上首个获发明界 奥斯卡奖的女科学家 人们惊艳她那无与伦比的美貌 同时也感叹家人成为最美的科学发明家 也是好莱坞最聪明的人 五十一岁时的海地拉玛说 我十六岁时倾国倾城 如今依然风姿卓月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她还说过 电影会局限在一个时代 而技术是永恒的 令人惋惜的是 拉玛如此伟大的无限跳频技术 她穷其一生也没有因此向发明 而得到任何物质报酬 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